謝謝理事長的介紹 很高興今天可以有機會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醫師怎麼去思考癌症的病人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病友都有這個需求 然後也會有一些疑惑 就是中醫到底傳統的這個想法 對於癌症到底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對病情有一些貢獻 那我之前是在台中總總服務 那我們在醫院的時候是也有看過蠻多的腫瘤病人 尤其是肺癌的病人是比較多一點 那現在就是跟太太在前庭中醫診所服務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大綱 就是說我們中醫的角色 輔助治療癌症的角色 然後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中醫 是怎麼去看待癌症這個病理模型 其實這個非常的重要 就是這個想法就會牽扯到怎麼去治療 就是說現在醫學當然有很多的新的研究 但是我們傳統上是怎麼去思考的 然後它的模型是怎麼樣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再來是我們實際上呢 中醫有什麼輔助療法的貢獻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最後就是介紹一些養生之道 就是說很多病友們就會講說 那他到底該怎麼保健 那該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常提到的部分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在中醫輔助治療癌症 常常遇到病人會問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他們會說中醫到底有沒有用 就是很質疑 就是我就是接受了現在的很多的治療 那在中醫到底有沒有什麼幫助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知道中醫的整個思考模型 那你大概就會知道中醫有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這個病理模型 就是說雖然是一個傳統古老的醫學 但是它切入的角度其實是更符合真實的 就是我們知道現代醫學呢 有很多研究的事實是比較片段 就是說你可能很focus 很集中在某個地方 然後做出一個研究 就是把你很多的因素都去除之後 然後去做比較 那這時候其實有時候會有一點不夠全面 不夠完整 就是說你可能在某些條件下是這樣子 但是在真實的世界裡面其實有很多是不一樣的 那在傳統的這個概念裡面 事實上是把這些都涵蓋進去 所以我們中醫之所以在這個時代還可以生存 其實就是它有不同的思考想法 那這些想法呢經過兩三千年的驗證 至少在漢朝就已經成形的這套醫學 經過兩千多年的驗證 發現它是確實有用有幫助的 所以一直流傳到現在 所以這個有沒有用是這樣 那有些患者呢就會說它有些秘方 有些偏方 或是說他們有些人會去介紹它去吃某一種 各式各樣都有 在醫院真的看了好多什麼鐵樹 各種的方法都有 然後有些就是說它的鄰居誰誰誰吃的有效 或是說誰誰誰吃的有效 其實這個50年前沒有醫生的時候 也許大家只能靠這樣 但是這個時代有我們非常優秀的西醫前輩們 然後有很多的中醫 中西醫都非常的多的情況下 那又是用這個方法其實是拿自己的病情開玩笑 就是各位一定要小心 就是說鄰居吃的有效 第一個是不一定真的有效 第二個是病情也不一定一樣 所以這種以而成癌的方法最好是非常小心 但是中醫並不是說給我一個秘方 給我一個偏方 然後我的什麼病都好了 事實上也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是要一步一步的去看你身體的狀況 然後我們再去尋求一個合適的解方 那這樣才是比較有效的 那有一些患者就會拿一些廚方長期使用 昨天又發生什麼事吃代飽等等 他其實身體是一直在變動的 那我們在中醫的架構裡面 就是可以去追尋這個變動 所以如果你是某一個方一直使用 事實上是不恰當的 所以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會說 他吃什麼什麼一直吃 他其實這樣並不是非常恰當 另外我們常遇到還有就是病人就是說 我得了癌症我是不是不能補 只要有補的他都很害怕就不可以補 然後開的藥裡面 如果有人身當歸什麼 只要他認得的補藥他都很害怕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開的一些廚房裡面 比如說龜皮湯裡面就有當歸 然後他不認得龜皮湯他就很安心吃 其實他還是吃到當歸 就是說有一些概念他會很根深蒂固 覺得他不能補 那各位仔細去想一想 是不是癌症就不能補 那補的概念是什麼呢 不足就要補 那我們每天吃飯 每天吃的這些營養素是不是補呢 好 那是不是你這飯也不能吃呢 好 所以所謂的不能補 其實他不能這樣一概而論 就是說你要去思考說 你現在這個病情在哪邊 如果你真的是有虛 真的有這個狀況 光補這個層面就可以分很多的補法 補氣補血補陰補羊 或是你要補哪一個經絡 哪一個丈夫 所以呢 並不是一概而論不能補 是在適當的狀況下 是可以補的 那我們經過確切的證據搜尋出來 他的確他的脈象 他的舌頭 他的整個身體狀況是虛的 那確認之後還是可以補的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 治療癌症患病友常常講到的這些問題 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在重醫輔助治療主要的貢獻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增強治療的主要作用 就是說 當然現在的主流是我們的腫瘤科 我們的各科醫師呢 可能是做手術 做化療 做荷爾蒙治療 然後現在的免疫治療等等 標靶治療 這些治療呢 有各式各樣的 它的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作用 那這時候當然是以現代醫學為主角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希望我們就是可以增加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說 它的作用可以達到最大 比如說呢 我們有些藥物的作用 它需要作用到那個目標區 那這個目標區 如果它的循環是很差的 那你的這個目標 那個腫瘤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 藥性就沒有辦法進去這麼多 那假設我們可以讓這個循環變好的時候 它的藥效也會提高 所以我們在一些狀況下 我們是可以透過增加它 微藥物的療效 來達到增加它的主作用的目標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知道做很多的治療 會有一些副作用 像尤其化學治療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副作用 那這些副作用裡面 在增加中藝介入之後 比如說我們常聽到的貧血 白血球 翁血球下降 或是噁心嘔吐 或是掉頭髮 皮膚癢 等等這些副作用呢 那其實在中藝的介入下 很多都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所以我們第二個貢獻 是希望可以減少治療的副作用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細胞得到修復 就是說我們經過 經過攻擊之後 好的細胞事實上 也會受到影響 那受到影響的這些好的細胞呢 如果我們經過一些中藝的方法呢 它事實上是可以修復的更好 然後恢復它本來的活性活力 好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 中藝治療可以做到的 就是可以修復細胞 然後另外呢 很多癌疲憊的問題 好 就是我們 疲憊的狀況呢 其實這中藝也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介入 然後再來就是 清除一些殘留的腫瘤細胞 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我們最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知道所有的治療呢 它的成功率都有一定的比例 那有一些就是清除不掉 或是說它到最後 各種治療都有所謂的抗藥性 這些藥物對這些癌細胞就沒作用 或者是說它清除到最後 還是有一些殺不乾淨的 那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可以啟動身體 自己的身體的機轉 去把它清除掉 那這時候呢 就不會再 它就不會不容易再複發 或者說它的療效就會更好 所以我們是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就是說透過我們這個模型呢 我們是有一些方法的 謝謝